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加拿大的科幻电影《森林深处》 影片刚开始男主罗伯特带着两个女儿 生活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森林小屋中 虽然身处临街 但屋内的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姐姐伊娃每天都会练习舞蹈 妹妹尼尔也在为自己的考试做着准备 可在某一天夜里 美国西部突然进入 大规模停电 尼尔只能去拿车中的应急灯继续复习 但他在离开时没有关好汽车的后备箱 这导致汽车的电池耗尽 一家人无法驾车前往镇上购买汽油与物资 由于官方发布了电网暂时无法修复的消息 罗伯特便一直尝试启动汽车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尼尔发现收音机已经无法收到任何信号 这加重了一家人的担忧 在停电的第十天 罗伯特终于用电锯成功启动了汽车 姐妹俩也十分开心地随着父亲前往了小镇 但他们却发现很多居民都已经离开 镇上的超市也几乎被搬空 超市管理员斯坦更是持枪出现 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恶意 罗伯特拿出了钱包 斯坦眼看他们并非暴徒 于是帮助一家人收集了一些物资 接着罗伯特又准备居家汽油 结果却发现汽油已被抢扣一空 回家之后伊娃在舞蹈室继续为全国选拔赛练习 尼尔则去见了自己的男友阿杰 为了收集木材 罗伯特前往林间伐木 但由于之前他改造了电锯 导致电锯的螺丝松动 失控的电锯随即将他割伤 姐妹俩看着大腿动脉被割伤的父亲 惊恐到不知所措 罗伯特冷静地告诫两个孩子 一定要互相帮助 相亲相爱 很快便离世了 第二天姐妹俩在林中挖了一个坑 将父亲简单地掩埋了起来 由于一直没有恢复宫殿 尼尔逐渐无法忍受 一起之下拿出了发电机 并想用家中仅剩的汽油启动发电机 然后播放音乐 以及观看家庭录像 伊娃觉得这是浪费 很生气 于是对妹妹产生了隔阂 可一天夜里野猪吃了家里的两只小母鸡 尼尔随即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伊娃 姐妹俩失去希望 抱头痛哭 第二天就在姐妹俩 喂了一块巧克力争吵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两人立刻提高了警惕 原来是尼尔的男友阿杰 两个年轻人许久未见 爱意浓厚 很快在一个小书屋中进行了温存 之后阿杰又告诉尼尔 他听说波士顿已经恢复了电力 希望尼尔能与自己一同前往 但伊娃觉得这或许只是一个谣言 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尼尔 毅然决定与男友一起离开 伊娃也尊重了妹妹的选择 尼尔随着阿杰踏上了徒步 前往波士顿的行程 可才过了一夜 尼尔就改变了主意 他无法扔下自己的姐姐 阿杰没有阻止她 还给了她一块打伙食 选择与心爱的女孩吻别 再次团聚的姐妹俩喜极而泣 决定好好生活下去 在停电六个月后 超市管理员斯坦突然出现 伊娃十分紧张 骗她说 父亲在树林里采果子 可还是没有用 斯坦趁她不备偷袭了她 并强行占有了她 身体巨大的苦楚 让倒在地上的伊娃不断抽搐 尼尔发现了姐姐 她不顾一切地跑了回来 尼尔将屋子用木板封锁了起来 以防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在停电八个月后 粮食逐渐消耗殆尽 此时尼尔发现了 父亲生前留下的一个信封 就在她以为是父亲生前的嘱托时 打开后却发现只是一包瓜子 姐妹俩失望地回到了屋内 看着姐姐闭试的态度 尼尔只能扛下了一切家庭事务 但姐妹俩的磨难远没有结束 伊娃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尼尔本以为姐姐会打掉这个孩子 可伊娃却认为孩子并没有错 并坚持要生下孩子 于是尼尔只能支持姐姐的决定 停电十五个月后 伊娃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 为了给姐姐补充营养 尼尔鼓起勇气在林中射杀了一头野猪 利用野猪的油脂 姐妹俩制作了肥皂 并将所有的野猪肉腌制了起来 之后两人终于大餐了一顿 他们也对婴儿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可就在孩子即将出生时 木屋的大粮因为连夜的大雨突然断裂 于是为了伊娃分娩时的安全 姐妹俩来到了他们之前 与父亲一起搭建的书屋 在尼尔的帮助下 伊娃成功地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产下了一名男婴 第二天随着太阳的升起 阳光洒进了林间 新生命的诞生 让姐妹俩重新燃起了希望 可当他们返回之前的木屋时 却发现屋子已经在雨中严重发霉 为了孩子的健康 也为了不让坏人找到这里 伊娃便提议 用剩下的汽油烧掉这座 濒临废弃的木屋 她还告诉妹妹 她相信 他们完全可以在森林中重新开始 尼尔看着周围的一切 也同意了姐姐的决定 在收拾好可以带走的所有物资后 尼尔利用阿杰送的打火石 点燃了火把 伴着犀利的小雨 木屋在火光中缓缓燃烧 伊娃抱着孩子 在尼尔的陪伴下 逐渐走向了森林深处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顶多个儿子 记得了 那么多个儿子 我知道